好 這邊告訴各位 風化有兩種 有物理風化跟化學風化 那麼什麼叫物理風化 什麼叫化學風化 這種題目現在應該不會考的 上次學測考風化的時候 你只要知道什麼叫風化 不用去分什麼是物理 什麼是化學 以前會讓你考 誰是物理風化 誰是化學風化 物理風化就是風解作用 讓它大塊變成小塊 OK 要辨別這是物理風化還是化學風化 那麼就記住 只有一種情形是物理風化 哪一種 石頭從大塊變成小塊 叫物理 其他都叫做化學 所以黏土吸水膨脹 物理來化學 化學 膨脹不是大塊變成小塊 所以不是 所以物理風化作用 就是風解作用 就是碎掉 大塊碎成小塊 這種叫做所謂的物理風化 只有這種情形是物理 其他全部都是化學 什麼會造成物理風化 一個最主要的作用力 叫做水結冰體積會膨脹 這裡所謂的最主要 指的是它力量最大 不是它最常見 力量最大 各位在理化上教過水結冰體積會膨脹 所以就把它撐開 然後就裂開來 就碎掉 所以這種叫做物理風化 水結冰體積膨脹 造成物理風化大塊變小塊 下面這句話 前幾年你們的學長 考 複習考的時候考過 什麼情況這種 因為水結冰產生的風化作用 最常見 最劇烈 答案叫做0度C上下 為什麼 因為我希望它白天是水 滲到石頭縫裡面 晚上結冰 膨脹 撐開 有新裂縫 白天再化成水 再滲到裂縫裡面 晚上再點 再裂開 這樣每天 會不斷不斷的作用 這樣子它才會破壞力最強 所以答案叫做0度C上下 逃選降啊 什麼-5度到-4度啊 或者是什麼2度到3到6度啊 還有-1度到2度啊 那當然要選-1度到2度 叫做0度C上下變化 破壞力最強 除了這個水結冰及膨脹之外 還有熱脹冷桌 熱脹冷桌造成的風化作用並不強烈 科學家做實驗 可以把石頭燒得好燙 再遇到水中迅速冷卻 結果裂縫非常的小 不過沒有關係 大自然別的沒有 有的是時間 慢慢來 1萬年不夠就10萬年 10萬可能就100萬年 1000萬年 總有一天等到你把你弄碎掉 所以熱脹冷桌 熱脹冷桌 波安力較小 但是呢 你常常會發生 而且大自然有的時間 可以慢慢來 還有一個叫做 足的根生長而出大 一個水泥地 通通冒出一根小草來 頂過 足的根生長出大 讓石頭裂掉 這些都是物理風化 所以就記住 我介紹了三個作用 會造成物理風化 1 水潔冰激膨脹 2 熱脹冷桌 3 足的根 因生長而出大 那麼最起碼你要記得 這些會造成風化作用 最好知道 它叫做物理風化 就是有關於物理風化的部分 OK OK